驾驶停车要进超商 但下车时一不小心 皮包竟然掉落在车旁 有一位阿婆载着孙女经过这处 看到叫车旁的皮包停了下来 叫孙女弯腰下去捡皮包 再看一次阿嬷和孙女骑到车旁 停了整整十秒钟 原来就是看到马路上有值钱的遗事物品 想趁没人注意的时候将它取走 但没想到驾驶在这时也返回车上 正要进驾驶座时看到了阿嬷和孙女 但没有多想就随机上车了 而同时骑驶两人也赶紧逃逸 驾驶找不到皮包 离合报警掉落监视器 这时才发现皮包是被拿走的 重回现场这里白天有不少机车 所以只要掉在马路上的物品 应该都很容易被注意到 但看看这示范 驾驶就是这样走出车门 没有注意到皮包掉出来直接离开 就是在新竹三月 有一名58岁的成姓女子和孙女外出 竟然在骑车途中 窃取一名驾驶因不胜 而掉在马路上的皮包 而虽然有交错之际 阿嬷竟然做了一处不示范 命令孙女侵占皮包 驾驶包案时说 皮包里有15000元 其证件和提款卡 但找到陈姓嫌犯后 他竟然说一面迷钱 法官任陈姓妇女 交12岁的女侵占遗失物 是承认利用儿童犯罪 将处罚金一万一千元 一服劳役11天 并追缴1500元 记者和孟先江颖安 请主报导